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申真旭好像是除了碰到柯杰之外 其他人他都不太会输 那么朴婷环好像除了碰到柯杰和申真旭之外 其他人好像也不太会输 那么柯杰偶尔会输给咱们国内的世界冠军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这个围棋界顶端的一个那种食物链的现象 好 那今天这个朴婷环对上咱们中国的谢尔豪九段 豪哥也是这个90后世界冠军的代表之一 此番这个两人碰上 必然会有一场恶战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局实战的对局 好 这盘棋是豪哥之黑先行 哇 第三步就点三三了 这个 很积极 看来这个 面对朴婷环这样的对手啊 可能豪哥自己心里头 也是做了一下准备的啊 做了点准备工作 肯定是希望这个能够下得积极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朴婷环棋风比较全面 这个漏洞很少 如果你的招法很普通的话 你想去战胜它可能是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这个黑的也没有按照常规飞是选择这个跳啊 比较积极的这一跳 我们看这个 老大嫖嫖婷环 这个是不为所动啊 管你是跳还是飞 我还我点我的三三 因为现在好像下棋感觉 你被别人点了一个三三 你得赶紧点回来啊 如果不点回来 好像这棋可能这盘棋就会困难一点 米石飞刀又来了啊 最近看这几盘棋 这个米石飞刀逐渐多起来了 看来大家还是 都是用功的 都是很用功的 把这个复杂的变化 因为确实 相对其他的复杂的一些变化 什么小木 小飞挂 一间高加 二间高加 这个米石飞刀主要是比较容易出现啊 因为每盘其实都会减三三 一点三三就有可能会出现 所以这个变化确实还是 值得去把它弄清楚的 我们看看 这个米石飞刀会不会跟之前的有所不同 因为我们知道米石飞刀 这个变化 分支变化非常多 这个时候就是 第一个分支变化 从这里产生啊 这个就看黑的是要玩这个复杂的 还是要玩简单的啊 你要简单的 现在沾一个或者虎一个都可以啊 这个这个是 最简单的一个变化米石飞刀里头 接下来这个黑的打吃啊 贴或者直接拆盖 那都可以这个长和虎 唯一要注意的是虎的话就只能拆盖了啊 这个就不能去打了 因为打了我们看这个气有点紧 那么沾你可以打也可以拆啊 都可以 可能打吃可能胜率稍微好一点 这个是简单的 那么复杂的呢就是实战啊 像豪哥这样 时髦的年轻人呢 一定是玩复杂的 不然豪哥说我这个 跟调停环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年龄啊 年纪轻身体好 那我不知道复杂的谁玩啊 对不对 第二层的分支变化又来了啊 这个相对来说 简单一点的是虎 那么我们刚才都说了 豪哥一定是玩复杂的嘛 因为这个虎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然后这个飞 嗯嗯这个 看来现在最新的这个研究都是站这里了啊 以前以前都是站这个的啊 如果断 然后一间这个是曾经的套路啊 然后一条点 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曾经的这个套路 曾经还是很常见的啊 现在好像几乎没人这么下了 然后搬啊 然后搬啊 趴 注意这个地方要先扑一下啊 这个这个不能忘 扑完之后一尖刺 嗯 然后黑的也扑 然后这个时候 白棋是不能直接去吃黑棋的啊 因为吃黑棋的话 你反而被吃了 我们看这里 黑的就强行演绎器啊 可以强行演绎器 这一二三四四口啊 白棋只有三口啊 这个这样的话 白棋就死了 所以这个白棋只能 只能团上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扑一下 我们看 你如果不扑的话 这个将来白棋一粘的时候 这白 这个地方白棋白剁一气 你现在再扑肯定是后手了 我们看 所以说刚才一定要先扑 扑到 然后重吃 这个变化一度也是非常的流行啊 这个但这个变化最主要是要看一个配合 那么黑棋必须是在这边有很大发展的情况下 这个黑的才能下这个图 不然黑的就亏了 不过我们看这盘棋的话 黑的算是有一定的发展啊 最起码这个角是他的 如果这边是这样的形状 肯定更好 肯定更好 这个是曾经的这个 这个飞下来之后的一个最常见的变化 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在进步嘛 围棋也一样 这个包括米式飞刀啊 这个也是在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更新 就像咱们的这个手机系统一样 电脑系统一样 总是不停的更新 现在是粘到这儿 也粘到这儿 然后再接着看 然后这个白棋尖 好像前两期节目 讲的一盘棋也出现了这个形状啊 我记得好像是李轩豪的起 一模一样 然后这个白棋尖这个 这个下法 双大家下法都差不多 因为这个地方不能退了啊 退的话 人家再压你一下 你还得退 那这个 一搬进去 这个就吃不了了啊 这里头 这个因为 这个地方有延气 那你如果是拐吃 不让黑的沿这个漆的话 黑的从这里尖 我们看 一样的 黑的把这个就全收紧了 啊 所以这个时候 白棋尖是 尖这个 把这个逆收了啊 这个 不愿意让你先手尖回去 然后这边要注意的是 黑的 不管真姿有不有力 都 这个打了爬都是不成立的啊 大家要记着 因为白的还可以再尝一下 那这个形状 看似一般就 白棋就死了 其实不然 其实不然 这里有一段啊 这有一段 这个白棋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这形状 因为你不能打这个啊 打这个为例 这个地方 不入气了 不入气 所以 只有打这边 打这边白的同样一例 立完之后 一拐啊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三棋对三棋 结果是黑棋死啊 因为 这个地方有个不入气 白棋实际上是四棋啊 是个隐藏着一棋 所以这个 打了爬出来是不成立的 这个变化还是很有必然性的啊 打吃 然后打吃 只是到了这一步棋 然后黑的飞 我刚想说这步棋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点变化的 结果这个黑的还是飞了 我记得上盘好像就是 李轩豪就是飞的 因为现在大家这个补棋都是 都知道了这个紫效很重要啊 所以 都是尽量往外头补啊 恨不得往这种地方 但现在这盘棋 因为这里有断的话 所以这个飞已经是 最高效率的了 肯定是比沾上要好 哇 这个棋真的是四成相识啊 我记得刚才说的那盘棋也是 这边走完之后也是一碰啊 看来大家对这个变化用 AI都是研究的很透彻了啊 总是这一碰 搬 打吃 站上 这一碰 就是很容易就下成这个图啊 当然我们最近几次看这个 柯杰的这个棋啊 他 非常 非常 喜欢这个变化 打打沾上 然后就会形成就是 白棋吃 黑棋吃两子 白棋吃一子的这个局面啊 当然他那个配合是黑棋中过流 这个子在这里啊 如果在这里 或许会有些别的变化 因为在这里如果还下这个的话 白的明显亏了啊 因为这个黑的把这两子吃掉之后 这个子肯定希望离得越远越好 啊 那白的有可能就会 什么单拐啊 之类的 战斗就有可能出现了啊 因为你这个子先离得远 所以这盘棋 黑的是从这里打的 选了一个最常见 最普通的 然后白棋一压 哇 然后再一压 这个想连压你两下 让你这个后视不发挥啊 确实这个棋 越看越觉得这个碰很有道理啊 现在这个局面 这个走完之后 黑的这个 外视 的确是不太发挥啊 搬起 很强硬 但是其实意思也不大 我觉得这个搬 搬起来 因为 这白的不会在这里 跟你发生什么战斗的啊 因为你这里这么厚 白的其实就是想把你这个限制一下 所以白的跟着反搬 紧接着这个 豪哥是 出手了啊 这个时候 这步棋 我觉得 反正不管怎么样 他的这个 思路是对的 因为这边确实是 没有办法再走了 因为一个这方面露着风 这个局部挡是后手啊 挡是后手 这还露着风 你再怎么连搬 就越走越重复啊 这个形状 你看这么厚才 围着这个三格 这白旗这边太广了 而且这下头还没空 一会儿被人一爬 或者一跳 所以他这个思路是对的 只不过他这个 搬一下 只是 要这个 让白旗这个形状 留下一点小缺陷啊 走这走这 搞不好 他下一步都不能断了 这个旗 看看白旗怎么办 白旗还是一长 这个 朴婷环 真的是非常的稳重啊 下旗 不变因万变 这个旗本来拖线就是长的啊 虽然这边现在黑的很厚 淡淡的一长 没毛病 坚冲 就是AI出现以后 咱们下旗一个最显著的变化 就是坚冲增加了啊 以前我们只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 会去坚冲对方的三路子啊 一般是在对方有模样啊 或者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去坚冲 现在是三路可以坚冲 四路有 现在可以坚冲别人三路的子 也可以坚冲别人四路的子啊 甚至有时候还坚冲五路的子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坚冲是越来越多了 一贴 搬住 这个形状 那黑的也是这个时候 是最强下法啊 因为你这个棋一旦拐了之后 这个地方就没冲击力了啊 一般人家正好护住 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形状啊 很厚实 所以一定是趁着这个没拐 就先搬 看看怎么处理 它如果搬住的话 那我们直接把这颗子吃掉 那黑的肯定是满意 那白的这棋呢 也不能退 我觉得退的话 这形状太薄了 将来再一冲 似乎还牵一手啊 那我看看白棋怎么办 现在 既不能虎也不能退 啊 站上 好像也是只此一手 唯一的一手啊 刚刚因为你说了 既不能虎也不能退 那我们总得在这里走齐啊 对不对 其实 剩下的就是 沾和挡的这个变化了啊 沾和挡 其实挡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也是有可能的啊 挡有 挡有可能会有转换 打了一段 这边好像 这五颗子就有点危险了 这断不动了 因为 虽然现在下棋的 大家都很灵活 但是 再灵活 这五颗子 还是不能随便棋的啊 因为这个 棋完之后 没有任何收益啊 所以沾上 那黑的一定是长了啊 这个形状绝对不容许 白棋这么给你搬住 这实在太舒服了 长 那断 那这回 再棋这个五个子 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断其实 还是准备好棋子了啊 但是 首先你棋五个子的同时 你先 把黑棋两个子 先收下 这是很愉快 然后再一个 这五个子 还不是太好吃 黑棋 如果硬来 白的一加 然后再一跳加 我们看这个 全包住了 跟刚才那个是天壤之别 那如果拐过的话 白棋加可能暂时加不动了 白棋可能会 走得柔和一些啊 或者小跳 这一会儿 这个还能再粘回来 你没吃着 所以这个断的时候 黑的也 不会说是这么大下来啊 这么简单处理的 看看黑的怎么办 拐吃 粘上 然后灌 黑的主动棋两子啊 只为了让这个白棋的形状 变得 没那么完美啊 刚才这个虎柱形状 太完美 跳一个 形成一个 怎么说呢 转换也弹不上啊 就是黑棋通过气两子 破坏一下白棋的形状和眼形 同时呢 哎 自己在这里就安定 将来这地方还有点收气啊 哇 然后 白棋 这一手 引针 看明白了 我还在想 这个棋怎么 靠到这里来了 大家看一下什么意思啊 这黑的如果粘上 这边 因为这个形状啊 你冲完断外头的话 就没什么了不起的啊 就等于是斑了连斑 所以一定要断里头 这个靠一个真的是很厉害 我们看这个正好 震掉了 而且黑的等于没有引针 因为你在这里走棋 说实话 意义不是特别大 所以这个等于引针就没有掉了 现在我 我估计看到这一靠 豪哥现在应该心里 肯定有点后悔啊 这个当初怎么不是飞的啊 其实当初飞跟跳 其实这边的下法 不会有太多区别 这个有点后悔 或者说 他现在后不后悔 这个飞 追求这个高效率 他其实现在如果 是粘上的话 这个就没有针子的问题啊 怎么样都针不掉 但是 当时他可能下棋的时候 便没有想到 这边一系列的坐转之后 他会落一个后手啊 然后 再其次 他可能 不一定注意到 这有一靠 对吧 还是忍了 因为这个棋 你扳的话 好像意义也不是太大 因为被白棋一段 这个针 肯定是能引到的啊 然后反而可能 他觉得还会给白棋 更多的借用啊 因为这一段 其实你挺难受的 你本手只能吃回去啊 吃回去肯定亏了 可是你要是各种长的话 人家就打了一粘 你要长这边的话 人家从这里打 打完打完一段 有各种各样的借用啊 或者直接断 反正会有一些借用 所以我估计这个 心里头 虽然 可能在流血啊 为了一靠 但是还是默默的成熟 这个高手要 必须要有这样的这种成熟力啊 有的时候 吃一点亏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个棋盘上嘛 你来我网 那总有人吃亏 如果谁都不吃亏的话 那这棋还怎么分胜负呢 对不对 这样这个黑白棋的心情 此时应该是比较愉快的 这朴丁环 像 应该很得意 而且啊 这一靠 确实 我觉得实战中下出 这样的手段 其实心情真的是 应该是不错的啊 比较得意 虽然说离赢还早 但是在这种时候 下出一个这样的棋 很高兴 很得意 挂脚 坚定 那么看这个 飘停环的棋 很扎实啊 而且这个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 也还是很到位的 这很多人可能就不动脑了 就尖完一小飞 其实这个局部你 再去小飞 就没什么意义了 因为黑的这个地方 还有硬腿 先说 你再去飞这个 说实话 你自己将来也拆不动了 但小飞 给了黑旗一个 去点三三做活的机会啊 这个时候 我们当然是 把空牢牢的守住了 感觉这个挂两下 不是很便宜啊 这个黑的这几下较快 白的这间 点了一间 其实方向特别好 这个尖到这里 首先限制你这个的发展 再一个 我这个脚 手的很老 感觉这个时候 黑的可以考虑一些 这种 非常贵的路数啊 因为这个棋 黑的是不怕作战的 因为这里虽然针掉了 但是黑的你看中间 我们中间随便放一个 都是引到针的 就等于在这一带 其实黑的是 有接应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应该 尽量让这个棋变得复杂一点 而且再一个 我感觉现在这个实地上啊 黑的是 要注意一下的 因为一开始这个变化 这个脚气的还是比较大的啊 是11时22 三什么气啊 这个脚 那么黑的 外头这个后视 肯定是要想办法去发挥一下的啊 不然 不然就会出问题 时空就会出问题 实际上它这个下法 我觉得让 让朴婷环太舒服了 有点 然后 这个白气在顺势一间冲 那这个引针 这针子就彻底给消除了啊 感觉 这个有点下得太简单了 嗯 好哥下棋 确实是有时候 太快啊 这快起来可能自己都受不住 然后就 如果有一些像下棋稍微蔓延 很有想法的棋手 这个时候啊 比如说像 陀佬啊 姜 老姜 姜维杰 他们这个时候 我觉得 不一定会挂这个啊 这两位棋手都很善于动脑 很有追求 应该说下棋 点 现在黑的是 有点迷茫啊 这个局面 这个不知道该去哪 其实这时候 这挡 还是很大吧 这挡 挡完之后 里头将来还有一定的收气 是很愉快的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觉得黑的是 非常要小心的是 不能落后手 这个一旦落后手 被白气这一趴的话 这个木树 完全没法看了 点一把 嗯 可能这个豪哥也意识到 这个时空上有差距啊 发标了 穿 我们看看这个 标发的便不便宜啊 这白的肯定是先冲下来再说 嗯 那一挂 这感觉这个立发的 不太是地方吧 我们再看两波 嗯 这个白气一会儿 这个力还鲜少 这感觉 想 说是在这个局部 想占白气便宜 可能不太容易 自己这块还没活呢 啊 这个感觉 力发的有点过了 我推荐的还是先把这个挡上啊 先维持住这个实地的平衡 这个一旦 这个力 嗯 这无关系一落个后手 被白气一爬的话 这个实地真的是没法看 而且这个地方 真的黑的不能保证自己就是先手 最主要 其实我看不到黑的这个穿 它的这个获利点在什么地方 这个气本身你穿 从木树的角度来说 肯定是亏的啊 这被冲了 因为白气本来是没什么 木的吗 黑的这里是有点木的 这个黑的木已经被穿掉了 然后你唯一就是说想 攻击百气啊 但是我们看现在这块气被一尖冲之后 要么跟这块连 要么跟这块连 联络不成问题 那就无非就是攻这五个子 但这五个子说实话 太难攻击了啊 因为白的这个头很硬 这边这个头也很硬 然后就 就一块气 所以 这个穿我真的是 不太支持啊 黑系这个穿 这宽件黑的如果自己逃不出去的话 一会儿自己还得从二路连啊 这个就尴尬了 如果真的是等到要去自己二路连的时候 大家把这压住 很厚实 这个其 黑的我感觉正在往一条不归路上走啊 主要已经停不下来了啊 而且没有回头的机会 这一穿出去就已经回不了头了啊 这一会儿 一会儿这个拐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可能是先手 看一下 然后扳 反扳 我刚才的这个预言成真啊 出不去了这地方 其实好像要出也能出 感觉连扳 白的也不会从这里打啊 白的肯定也是退 只是这个黑系觉得这个时代方向 实在是太腻了啊 这个黑的子儿全部 好像还是出不去啊 你还得再贴一下啊 白的肯定还会长 但这方向还是很有问题 我们看 等于你不停的在这个 对方的后臂上走棋啊 这个实在是 然后自己中间潜力全没了啊 这三个子越来越薄 白的这个形状很好 这个 小方式 这个眼型搭得还 还木属还挺多 所以这个地方 真的是 无法再去出头了 冷静调过啊 现在我就想 送这个豪哥一句话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对不对 这个穿之前 哎呀 这部棋就又有点草率 这个这种天才型棋手 都是这样的啊 下棋太快 感觉 好的时候呢 全都是在点上啊 感觉不好的时候 这个问题手就会来 啊 没那么稳定 下棋快的棋手就是这样 当他 当他在状态的时候 这非常厉害啊 因为时间压迫 给对手造成巨大的时间压力 然后同时你还下得很好 啊 这对手就很头疼 但是这个 当状态没那么好的时候 就问题像这样的 问题手就来了 这 所以这个挂脚 就是个问题手 我觉得 挂完这个穿 又是问题手 这个连续两个问题手 走完 现在这个形式 我表示黑棋 比较吃紧 嗯 这时候朴婷婷 开始很厚重啊 厚 冲 冲了打完一压 应该是 很舒服这形状 我们看这黑的真的是很惨啊 这穿了半天 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将来这个棋啊 这个地方说不定 还被别人一路肩完 还对这个脚还要搞事情呢 当然现在最关键的是 先手交给了白棋 这还得做活 加 还得挡掉啊 不挡 有可能被一拐 有可能挡不到啊 一蘸 半蘸 这个形状 大家注意是必须要补的 不补被 白棋最简单的一个下巴 一半蘸 我们看这个 记住了 这个透风的板六 永远是死的啊 不管你在脚上也好 是在哪也好 只要板六 只要透风 你必须要 做成板六才活啊 只要是漏着风的 都是死的 就变成刀八五了 简单的说 你这漏风 被人挖掉一个 你板六被人抠下来一块 你设想一下啊 除非是抠中间这两块 就是抠边 抠任何其他位置的一块 扣完就是刀八五 好 整整半战 哇 然后 这个我 之前很早就说的一招很大的一步棋啊 因为我有看之前那盘 李轩豪那盘就是抢到这个挡之后 这以后的搜刮很愉快 还有劫财各种 这个被白旗爬到黑的这个木真的是 估计下到这里 这个豪哥又是 又是一口血啊 内心里血往 血往肚子里 一眼真的 这个实在是太惨重了 这一下 我们现在看这黑的木树真的 太少了 点不出木来 白的这一块已经 二二 三十三一三 三十二三木啊 已经非常扎实的三十二三 黑的全盘可能都未必点得出这么多 八 就是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九三 也就三十二三 三十二三强 黑的三十二三还是有 四十木还是有啊 全盘 但白的这已经三十二三了 加上这两块已经四十了 然后这里还有个大角 最关键这个棋是 黑棋还得贴木啊 这不是白棋贴黑的木 是黑的要贴白棋木 所以真的是有点难办了啊 这个棋 搬着 打吃 点 吃你一个盘角去四 这个棋也是 是英手 早先呢 他又不肯交换这个啊 现在是 早先他如果搬的话 如果这个盘没有之前 白的是只能断的啊 因为白的不能走这个 你走这个吃盘角去四 这个挡变成先手 那就只能断 断的话 将来这个关子是有一点小便宜的 好像 我记得 然后 提 你铺 可以再提 这个时候 黑的这个立 是 这个可以立一下啊 这是 这是有点小便宜的 立白棋不能走这个了 走这个一拖着里头 双活了啊 白的只能是粘这个 那黑的等于有个后手 后手吃三子的机会啊 这个白棋可以不走 白棋可以不走 但是这个三个子是接不上的啊 黑的有个后手吃三子的机会 这是有这样一个关子便宜在里头 但是你又不能先走啊 你先走完的话 这个挡就变小了啊 其实这盘棋 如果豪哥灵活一点 他这盘棋他其实是可以先走的 我觉得 他可以搬成这样 再搬成这个啊 因为现在 全 全局没有太大的地方 这个挡还是很大啊 他实在 这个走完再搬 被白棋一点 那就是任何关子都不给你了 唯一的好处是留了个盘角去四 盘角去四 唯一的用处呢 就是说 将来这个外头又有一个双活的时候啊 如果出现一个双活 那这个盘角去四可能就不死了 就是这是唯一可能性 好 这个时候刚才给大家点了下木之后 发现黑的木数是大差啊 那这个必须要上点招了 这个33 然后一立 然后也要挤 这个强行要求在这里 出个棋啊 必须要出棋 因为木数确实是有差距了啊 这个挤也是唯一的有可能出棋的一个办法 因为这地方你拖不动 我们看 拖的话白棋是内扳的 直接一爬 就把你给收下了啊 虽然你也不亏 本身局部也不亏 但是 现在问题 黑的这个局面 不是说不吃亏就能解决了 是必须要占便宜才行 啊 那么白棋唯一的缺陷是这里 中间现在有个 有个小漏洞啊 但目前这个打了场是不成立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 他需要具备一些条件 因为白棋这个常识先生 那这一加就把这两颗子给夹死了啊 那黑的必须这一带 反正也得有子啊 有子做接应 或者说黑的将来这个地方作战通过作战 封的非常厚的话 连搬出来整体吃白棋啊 有这两个可能性 所以也是基于这个情况 豪哥觉得这个地方我还是可以动手的啊 这也是为什么刚才他没有下我说的这个 他觉得这个时候先手还是有用啊 白棋爬完这个之后我这边有招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招到底行不行 粘上 半针 关键我们要看这白的让不让他活 那白棋这棋是可以让他活的 那他就不好办了啊 这个棋 那就不好办了 其实白棋如果刚才不想让他活 其实还有可能走这个的 有可能虎的这个棋 啊 所以他现在觉得给你活没问题 白棋非正 那这个棋 如果这样下白棋就能拿下的话 我只能说 朴廷环真的不好对付啊 很全面啊 这个棋下的确实没什么太多漏洞 那最关键是 你跟他下 你跟这样的棋手下 你就压力是很大的啊 你自己不能有漏洞 那我们一看这般黑的好像漏洞还是有点多 这个棋啊 这个挂脚这个主要是个穿的这个 实在是损失太惨重了啊 这一穿可以说是让这个局面 彻底的恶化啊 本来还还 本来他在把这个老老实实挡住的话 这个棋还是很早的 现在这个 白棋是 角都可以让你活了啊 这我没想到 因为我刚刚判断形式觉得 白的不是就好一个角的木树吗 那这个角的木树如果 变成黑棋的话 但是白棋这里先增加了啊 现在就是说这个白棋转成后势了吧 自己 通过这个 失去掉一些实地啊 然后变成后势了自己 这个是中央这个双方消长的要点啊 你不走的话 这白棋直接搬过来了啊 别说当初这下靠啊 还 很有可能便宜了 这一搬的时候 这黑的根本动不了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当初这个靠被争掉一个字 黑的其实真的是挺郁闷的啊 早知如此 他这个啊 粘住 但这个 早知 可以早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啊 我们如果有这么多的早知道的话 这个下棋永远都不会输啊 这买股票永远都不会跌 如果也早知道的 好 这个时候走这个 哇 黑的 还是可以搬这个 我们看 这个心情就有点差了 这个 小哥现在想 是什么什么玩意儿啊 当初靠一个引针 现在这个靠还变好奇了啊 确实 靠的你很不舒服 靠完一搬 就能退 挤一下 那一跳 那早知这样 这样这个 好哥这个步子 是不是应该稍微卖的小一点啊 卖的小一点 其实这个棋 白的也不见得会走这个 这个小跟大的区别 无非就是白棋 有没有一个好点 白的走这个 其实现在这步棋 还很大 我们看 这步走 被白棋点完 跳进来 也是一大把空啊 这空就是多的 我都不想去数啊 就只能成为一大把 所以这个时候 当然这个形势不好的时候啊 确实有时候你下棋会比较一气用势 你没那么冷静啊 跟局势均衡的时候 或者是占优的时候 是不太一样 总觉得这个棋盘上 哪里东西都必须是你的啊 一旦形势不好了 所以这种过分一点 吓得过分一点 是很正常的 然后搬 看样子 这个 好哥是想搞事情 从这里打了长出来 这个吓我一跳啊 这个现在啊 现在白的尝不到这个 本来我以为尝完一跳跳死 后面发现尝是勺子啊 尝直接被断死了 但是总感觉从这里打出来 白的也没什么可以 值得担心的地方啊 只要不犯我刚才那个错误啊 只要别被断死 顶一下再长也可以啊 这个地方去作战 白的是没有任何怕的道理 因为白的这块是火旗 这块的话也近乎火旗啊 这半个眼 这半个眼 反正是离死很遥远 那果然实战也是顶了长的 这个想从这个地方 从老道的这个朴丁欢手上 搞点什么事情 我觉得是有点困难 就是办法想得太晚了啊 早点应该想办法 这个穿之前 这一穿之后 整盘棋就 就没有 没有办法了啊 没有别的路可以选 黑的已经是最顽强的了 你想想一下 设想一下 黑的把这个角都掏掉了啊 点完一击 这个角都掏活了 活了五目棋 而且 那黑的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但是问题形势好像依然吃紧 看他这个下把啊 这白的巨厚啊 走完之后挤一把又掀手 这肯定先挤 想要先贴一把 因为以防被 被这个黑的打嘛 然后这个时候 挤都不挤了啊 朱婷环怒了啊 朱婷环怒了啊 觉得你这个豪哥有点 不讲道理了啊 形势不好也不能这么干 这一靠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靠死了 感觉像死了 如果跟着冲 再冲 就挡上 这个路不是特别的多 最主要黑的没有气 白子连这个挤都不挤了 这个真是 不想放过黑气 确实 作为这种顶尖高手来说 这点计算的话 小菜一碟 小菜一碟 这个死的还是比较简明的 看不到路 看不到路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办 好像就是刚才这个土 就是冲 跟我刚才排的一模一样 因为这个图可能也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图了 如果这个图不行 那就是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确实没什么变化 确实没什么变化 然后一顶 死的特别的干净 死的特别的干净 这没有任何变化 这也是本盘棋的最后一手 最后一手 我们来看下这个地方 还有没有别的变化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是谢尔豪是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我们把这种方式叫做什么 球投场 就已经觉得不行了 但是呢 觉得直接认输是不是又太过草率 干脆 干脆这么 很无理的去 搏一把 万一这个对手出现一件什么神经短路之类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 这个棋 确实是没有其他变化了 冲是必须冲的 冲是必须冲 他如果打这个也不行 对手长 他在打吃 这里虽然只有三棋 但是这边是 起筋是连着的 而且这里随时一打一口气打死 也不行 走什么人家吃你 这外头还能真死啊 这关键 这白的太厚了 这个就是胡来最后 有点离谱啊 这个下法 那他当初其实可以贴这个啊 这个太离谱了 这个 这个可见这个豪哥这个时候 已经是很沮丧了啊 心情比较沮丧的情况下 才会这么干 那你这时候贴这个 起码最不至死吧 我觉得 嗯 最最不至死 单空 我们看一下这个棋 实际真的是不够啊 白的这三十二三目 在这盘棋这种格局下 显得特别的多 这个目 这十多目 二十目 二十五来下 黑的全盘还是四十目啊 白的这一块有三十二三 这这这已经四十目了 这中间 现在轮白的动啊 虽然不死 但是也会很惨 说实话这部正常 这个肯定不能走了啊 这连一个 那他觉得这被吃了 空肯定不够了啊 白的什么 这地方走一下 所以这个 如果其实如果本来 他如果飞一飞这个 说实话 这棋我觉得也还能下啊 没有说是输到这么多啊 这个太夸张了啊 这个 本来这样的话 白其实收这个 黑的再挑一个 以后这个就算 白切尖一下 这个 十 十一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 这地方是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二 二三 四二 二十二 二十七 二八 二十三 三十三 一十二 三十三 三十五公器 四十 这利弦手 四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五 四十六七公器 白切 黑的跳 该白切下 十 十八 十九 二十二 一二三 四二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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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 一三 三十七 四十六七 该白切箱 不够还是不够 确实是不够 这白的就掉一掉 让你中间缩回去 盘面差不多 说明这个 朴丁环这个形式判断 真的是很准 很准 形式判断非常准确 就是选择让你活着个脚 那这盘棋其实 豪哥其实就一步棋下坏了 我们看啊 跟朴丁环这样的对手下 真的是很无奈啊 就一步棋 就这个穿 下完之后不给机会了啊 再也没有寻觅到好的机会 我们再看一下 当初这部一招倒 这个棋确实是比较遗憾 早早 其实这个时候 真的是刚不完局 真的是不应该这么冲动啊 虽然是很年轻 但是豪哥怎么说 也是这个世界冠军得主 这个太冲动 就在此时此刻 这个穿了一个啊 这时候我们看 其实把这个挡住 把这个挡住 形式真的是早得不得了 这一挡住这块棋 木数就大幅缩水了啊 20 我记得是11 12 13 14 14 21 这块棋只剩21 1 2 3 4 5 6 7 14 15 16 23 这块棋只剩23 23 33 加上这个40木棋 那黑的这个木 就不一样了啊 26 这样木数是完全可以抗衡的啊 虽然摆在这里 现在可能有点潜力 这个这个这个棋 就是大家如果以后 哎 有可能在实战中下出这个 米式飞刀的话 也要注意这个挡 特别的大啊 在这种 开阔地下完之后 这个挡 基本上就是最大的 这里他要想先定型 其实他尖一下啊 不过尖可能会被挤 落后手 就是动不了了 走完这个其实就不要动了啊 这个棋就把这个挡上 这个是 就是 拉长战线 实战这个点完 首先这个点就很损啊 把白棋撞得很厚 我们看实际上这个一点变化都没有 这样 你也不可能现在淘这个 啊 淘这个白棋就糊过 这四颗子绝对不可能死 所以只能立 那然后这个 拐着扳 这都是命令式的下巴啊 你只有顺着出 然后一键冲 然后一趴 这个真的是没有任何变化 其实白的下的是最简单的 就这里也靠不断 我们看 因为白棋这个扳是先手 脚还没活 对 而且即使你针断了 这块死了也不便宜 所以这个地方只能从这里扳 就刚才也跟大家讲了 他很想出头 因为这个二路跳过 肯定是谁都不愿意的 很想从这里出头 但是你这个头出的方向很差啊 然后白了一拐 你还出不出 不出的话 黑的白的把这封住 你还得走这个 如果出的话 这个一直在这个贴着这个白棋的后臂 因为白棋这个拐是先手 这里唯一值得探讨的就是 他可能这个应该爬一下 实战这个跳过之前 这个爬一下 似乎是不亏 似乎是不亏 实战被白棋拐 又收得很舒服 实战这个没变啊 他跳过之后 当白棋爬到这个的时候 实际上比赛已经结束了 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棋手来说 因为白棋后面连这个脚 我们看都让黑棋活了 无条件做活啊 白的只是把这个地方连后 最后一看这个 木树差距 还是相当大的 还是相当大的 这棋很遗憾啊 本来以为这个豪哥 此番这个碰上朴婷环 这个应该是憋着一口气啊 之前这个农心杯好像 刚输给朴婷环 半目还是一目半啊 我以为这次再碰到的话 应该是憋着一股劲 而想要复仇 结果没想到这个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一盘 书棋的这个阴影还在啊 这盘棋发挥的是一塌糊涂 这个怎么说呢 叫做是旧仇未报 又添心恨 希望我个人希望这个豪哥 下次再遇到朴婷环的时候 能够好好地展现出 他的这个实力啊 这绝不是他真实的实力 这番棋就是输了就有点惨了啊 那么也这个祝贺朴婷环 在这个维甲联赛中 也是好像是连战连胜啊 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总的来说 这个内容不是特别满意啊 但是讲解就到这里了 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